好 請問我小姐 照聊的影片是哪一個影片 我建議你先教一下你自己吧 不是 今天你說一樣會有自來的 沒有 沒想過 一樣會有自來的 不用做秀了 林楊小姐不用做秀了 醫師也好 醫師也好 有非常多的 你是護理師喔 你是護理師 這樣有問題的 你為什麼不去問陳吉仲 那些檢疫有問題 到底到哪裡去了 你冷靜一點 你冷靜一點 你要告你就自己告 我也會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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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告吧 學校新違反教會這句衛服 你咬點風度好不好 自己去開情調會 咬點風度好不好 那陳吉仲想要用告人來轉移焦點 可是呢 昨天我看了一下他的委任律師 對我提起的告訴 甚至沒有刑事的誹謗罪 也就是說陳吉仲我真的是笑他不敢耶 他只敢對我提出民事的名譽回復的這個訴訟 但是呢 卻不敢對我提出刑事的這個誹謗或是加重誹謗罪 所以我要第一個先說明 昨天陳吉仲告我的內容跟告邱毅的內容是不一樣的 他告邱毅是包含這個刑事的加重誹謗 然後刑事帶自訴 那告我的部分呢 他只告了民事的名譽回復而已 所以代表他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他如果對我提起刑事告訴的話 百分之百我坐等法院認證不起訴 所以代表說陳吉仲真的是非常的奸詐 他其實只是為了用提告來轉移 他的記者會裡面很多疑點都沒有說清楚的焦點而已 所以我們今天來告發喔 那我先念一下我們告發的法條 分別是刑法342 為他人處理事務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 損害本人之利益或違背其任務之行為 刑法第131條 公務員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 明知違背法令 直接或間接圖利自己或他人 貪污治罪條例第六條第一項第四款喔 那我想主要呢簡單來說 就是貪污以及圖利 那因為我們昨天看完了最新的記者會之後 發現續廠會他們簽的約 跟陳吉仲所說的流程完全不一樣 這真的是太離譜又太離譜的一件事情了 到底是陳吉仲講錯還是合約是錯的 還是合約是假的 現在沒有人知道 所以我想我們就今天來告發 請檢察官來查明真相 那我們不會怕陳吉仲繼續對我們來提告 因為我們就是要替人民追真相追公道 你花的是我們的納稅錢 我們怎麼可以讓你對特定的公司 特別的特殊性的待遇去呵護呢 這當然是完全不行的事情 所以我也要特別感謝 昨天呢 侯友宜侯市長總統候選人 以及郭台銘董事長都有站出來聲援我 我相信我們都是站在公道跟公義的這一邊 今天陳吉仲他告我 我們今天也告他 他只敢告我民事 不敢告我行事 但我們今天來告發的都是行事 貪污治罪條例以及土利罪 好 這邊 好 小溪 你造謠的事情你要不要道歉 我沒有造謠 鏡子送給你 你看一下造謠 你要不要也看一下你自己本人 我可以轉過去看一下你自己 你造一下你自己 你不要怕 你不要怕 你為什麼網路上造謠的影片不下降 你為什麼造謠的影片不下降 你為什麼造謠的影片不下降 從高雄來 要不要先去高雄當山看看 你要不要去平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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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不要去高山看看 請問我造謠的影片是哪一個影片 我建議你先這樣一下你自己本人 我不是造謠的影片 今天你做一樣會有致癌的 不用作秀了 我沒有造謠的 我沒有造謠的 你一樣會有致癌的 不用作秀了 那我還不用作秀了 你不是這樣 小姐不用作秀了 你不是這樣 醫師也好 你連方法的能力都沒有 你都非常多的 你是護理師了 你也這樣有問題的蛋 你為什麼不去問陳吉仲 那些檢驗有問題的蛋 你從哪裡去了 你冷靜一點 你冷靜一點 冷靜一點 你告了 沒關係 你要告你就自己告 我也會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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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告吧 學校有新違反造謠自己衛服 你有一點風度好不好 你有一點風度好不好 自己去開啟什麼會啊 有一點風度好不好 在蛋裡面 如果大家認為 現在所檢出的藥品 是應該是可以的 2002年我們開始禁用的抗生素 如果西進黨 如果民進黨認為是可以的 請你們在立法院裡面 修法 開放抗 抗生素 在雞蛋裡面使用 我笑他不敢 其實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誰 但是那面鏡子 他應該要轉過來看看自己 我們都覺得我們自己很漂亮 所以不管是照鏡子一次兩次一百次 我坦白說 我都還蠻願意的 可是我要告訴大家的是 這一款藥物 如果民進黨現在認為 只是雞的感冒藥 那請民進黨公開宣布 請賴清德公開宣誓 從明天開始 他們就要力推讓這一款浮甲綠黃素 可以用在雞蛋殘留物裡面 我不相信人民願意讓食安問題 變成一個政治問題 從2002年開始變成禁藥的東西 現在民進黨竟然要為了護航超私 為了護航成擊中 告訴我們說 吃下肚也完全沒有關係 我要再講 嚴醫師 林醫師 有非常多的醫師 以及相關的資料都佐證 這一款的物質 在蛋裡面 如果重複煮多次 吃了太多了 殘留確實就會有致癌的風險 所以過去我們在台灣也曾經檢查出 像這樣子的蛋 全部都是要下架跟銷毀的 只有這一次民進黨覺得好好吃 那不好意思 麻煩你們多吃一點 但我們一般人民沒有要吃 不過事實上這一批有問題的蛋 民進黨也說他們要讓他退去做銷毀 所以剛剛那位基進黨的發言人楊小姐 楊小姐 我非常遺憾 因為他本身是護理人員 難道他不知道說 所謂禁藥是怎麼回事 如果對人體沒有傷害的話 為什麼農業部會令這八萬三千八百公斤的蛋 要退運或銷毀 大家昨天在看陳其中的記者會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一件很奇妙的事情 也就是陳其中說出示超市的報價單裡面 刻意把報價的單位給他模糊化 也就是我們至今不知道這一批蛋是誰賣出來的 牧場是哪一個 為什麼這件事情這麼重要 因為在五六七月的時候巴西是有禽流感的 農委會宣稱說 這一個牧場本身沒有發生過禽流感的個案 那你是不是應該讓我們知道 這一個牧場是哪一個牧場 超市所進的蛋是不是都跟同一個牧場買 這個牧場難道台灣沒有權利知道嗎 我們所有的食品吃下肚子裡面的食品 他出產的工廠他出產的產地 我們都應該知道 結果我們只知道這一批難道他的產地叫續產會嗎 還是他的產地叫做超市 不是吧我們要知道他的牧場是哪一個 但是昨天農委會刻意的把牧場給他模糊化 這一點讓我非常的疑慮 就是這一個牧場是真的沒有問題的牧場嗎 還是這一個牧場 如果名字一揭露的話 大家就可以查得到老闆是誰 我一直說這一批雞蛋到底是我們秦宇喬女士 這麼厲害一個退休十幾年的女士 老太太 他有本事到巴西去找到這一批蛋 還是巴西本來就有這一批蛋 想要邁進來台灣賺這一筆錢 昨天農委會的合約公布之前 我們一直認為在吵這到底是補貼還是補助 合約一公布以後 政府官員裡面熟悉採購法的人晚上就告訴我 這樣的合約根本不是補貼或補助 而是委託採購 什麼叫委託採購 也就是這一批合約的買主就叫續產會 而不是超市 所以大家看到所有的稅 所有的運費甚至倉儲所有費用 都是續產會付的 這裡面已經不是補助跟補貼了 買主就叫做續產會 所以他裡面寫到的是 續產會委託超市進行採購 裡面才會是代收代付 然後各項所有的費用 他通通付了 所以超市就是進口這幾批的蛋 他就可以爽爽賺三千多萬 超市在這個合約裡面的角色 如果大家仔細細看 他就是UberEat 他就是幫忙拿貨送貨而已 所有的風險承認 都有買家來負責 買家是續產會 所以這件事情 續產會已經違反政府採購法了 買主就是續產會 不是超市 你違反了政府採購法 你沒有公開採購 超市只是做勞務協助而已 幫續產會做這件事 所以這裡面包括營業稅 大家看到營業稅的補貼 也是三千多萬 如果超市只是代收轉付 他哪來的營業稅 他哪來的營業稅 他有沒有開這個營業稅的發票 給續產會 因為續產會才是買主 再來第三個說謊的是什麼 昨天陳吉仲公佈了資料說 我們2月24號就公佈了要進口巴西蛋 錯 因為大家看到這個公文 這個公文是2月24號 禮拜五228連假之前 農委會才趕忙發文給食藥署 問說我們可不可以進口巴西蛋 請食藥署專案協助 大家知道因為過去我們沒有進口過巴西蛋 所以我們跟巴西之間 沒有相關的系統性查核的資料 要專案進口巴西蛋 必須經過食藥署的同意 於是農委會在2月24號 228連假之前 才趕忙發文給食藥署 這裡面第三點還說 請其同意協助 所以食藥署沒有同意之前 農委會哪來的公告呢 更巧合的是 本來超市已經停業了 224農委會發出這個文以後 228連假一結束 3月1號2號 超市就馬上去申請復業 請問一下超市是不是知道說 農委會已經發文給食藥署 這份公文不是對外的文件 而是行政院內部部會來往的文件 外面的公司怎麼會知道呢 如果他不知道為什麼 2月24號歇業 過了一個228連假 四天醒過來突然覺得 我不能休息下去 我要趕快再去工作 1號2號就去準備申請這個復業 所以這一切是不是有內線交易 是不是有違反採購法 是不是有圖利 我們希望今天透過今天的告發 檢調可以進去查看 包括超市有沒有帶電這筆錢 如果說今天的雞蛋是從巴西那邊想要賣過來的 超市當然不用帶電錢 因為收款方是巴西